民进党花联县党部22号上午举办的关怀弱势庆端午的公益活动 县党部主委陈景峰邀及了党籍公职 东福中心的副执行长郭英英 还有市民代表胡仁顺、谢豪杰 及花联市民生理理长吴明琼等人都到场共襄盛举 要将民进党花联县党部准备的2250颗粽子 以轻松方式关怀在地社区的弱势民众 民进党花联县党部22号上午举行关怀弱势庆端午公益关火活动 县党部主委陈景峰邀及党籍公职 要将民进党花联县党部准备的2250颗粽子 以轻松的方式 关怀在地社区以及弱势民众 欢庆端午佳节 是一位善心人士提供的 那我们想说就邀及我们的党公职人员 然后针对于他们的辖职范围内的一些弱势团体能够提供 让他们一起享受在端午节过一个快乐的端午 大概就是由议员代表他们会轻松 而这次活动是民进党花联县党部在今年疫情趋缓首次举办的活动 县党部主委陈景峰表示 端午节是台湾最重要的野日之一 今年各行各业受到疫情的影响 希望借由端午、厨惠、转运、节暑热的节清一行 配合应景的端午食品种植 将爱情以及关怀送到在地社区以及弱势民众 给这次机会和党籍公职 共同感谢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力来防夺疫情 也感谢新国的医护人及第一线防疫人员 而这次民进党欢庆党部关怀弱势庆端午 发送爱情众活动特别要求党籍公职 绝对要以亲自送上的方式 传递最真切的关怀以及祝福 也希望在地社区以及弱势周旬 能够一同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得节奏,欢迎欢迎收到